现在很多AI服务都会提供免费账号 让大家去注册使用 特别是影音类的简报图片 这一类创作相关的AI服务 他们通常会是使用点数字的方式 让大家去免费使用 就是每个月比如说提供你200个点数 300个点数 当你使用完之后 你必须要等到下个月才会进行补充 或者是每天提供给你 这个不一定 每个AI服务有他们自己的规则 但是如果你今天想要维持这个免费试用 而且点数好像用不完的这个状态的话 应该要怎么做呢 今天就要来教大家一个无限制 而且可以快速注册这些AI服务的方式吧 Go 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动了 如果你对AI教学内容有兴趣 每个月只要一杯咖啡的钱 就会获得更多的内容 想要更加深入学习 但常常出问题 选择学习Plus方案 就一对一的聊天管道 或是你愿意支持我们 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客观养乐多 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 影片要开始啰 你准备好了吗 嗨大家好我是阿汤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方式呢 基本上你的AI服务 只要有提供 可以直接使用email注册的方式 就可以使用 但是如果像是 只规定可以用某些方式来登录注册的话 比如说有些AI服务 它单纯你只能用Google账号来注册 用什么账号来注册 那么这一类的AI服务呢 就不适用今天的方法 如果你正在使用的AI服务呢 是有免费方案可以试用 那你也想要多注册几个账号来使用的话 就往下来看一下今天的方式吧 今天呢我们就用Hedra这个AI服务呢 作为范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各种方案 第一个呢 当然就是免费方案 它有每个月300的点数提供给你 那接下来往后都是一些付费方案 正常来说呢大家对于这种有提供免费方案的AI服务呢 应该都会先去注册免费方案来试用看看 如果真的觉得不错 而且有要常用的话 才会考虑到用付费的方案 不过呢人心就是比较贪心一点嘛 通常如果你为了这些免费方案 如果用完之后你觉得还不错用 但又没有那么常要用 偶尔想要玩玩看的话 你应该会想办法再去注册新的账号 使用每个月这个300的点数来使用 那除了Hedra之外 其实还有蛮多AI服务 大概都是这样的运作机制 特别是影像生成或是图像生成 简报生成 这一类的AI网站呢 通常都会有免费的这种点数可以使用 好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 那如果你这个300点数用完了 你就要等下个月嘛 那你应该就会想要投机 我再去注册一个新的账号 然后来注册Hedra就好了 只要我手上呢有无限个email 然后就一直来注册Hedra就可以了 或是其他AI服务 当然你会这样想 这些AI服务不会想不到 毕竟他们后台都会有相关的注册记录嘛 好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假设你今天用一般的临时邮件 像这种免费的临时邮件 网路上随便Google有一大堆这种服务 用这种临时的email 真的可以无限的去注册这种AI服务吗 我们这边来试给大家看一下 以Hedra为例 我们这边注册 然后填入我们刚刚的临时邮件嘛 然后密码随便输入一个 我们现在按创建账号给大家看 这时候你会发现 Hedra这边显示的一个讯息 就是跟你说 他们现在已经不接受这种临时邮件来注册了 请使用一个永久的email位置 这个所谓的永久呢 可能就要像是后措是 gmail.com 或是比如说 hotmail.com msn.com yahoo.com.tw 之类的邮件才有办法进行注册 或者是呢 使用学术信箱啊 公司的信箱 这一类的才有办法去进行注册 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 有人可能会说 那我就一直去注册很多很多 gmail来使用就好了 不过说真的 注册这些正式的email并不是那么简单 你要填写很多个人的资料 才能完成注册一个账号 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大量使用的话 会变成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即便呢 你已经预先注册好20个gmail账号 想要来注册这一类的AI服务 免费试用的话 其实也是蛮麻烦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假设你今天注册的是gmail 有20个账号好了 你每注册一次 你就要换一个登录到你的gmail 然后去收取这个验证信 反复这样步骤下来 光是10次20次 你就觉得会蛮累的 所以呢 我们应该换个思维来想 难道这世界上 没有什么临时邮件服务 是可以符合这种条件的吗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个临时邮件的服务 它的后错地址呢 是有包含gmail可以使用的 很酷吧 这个使用呢 蛮简单的 你知道把其他先勾选掉 留下gmail就好 然后按下generate new 这边呢 就会产生一组新的gmail的 email给你 那你就可以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呢 我们就到黑爪这边来注册看看 你就贴上这个gmail 然后你看按建立 你会发现是可以成功建立的哦 可以避开黑爪的这个验证机制 毕竟它的后错就是gmail.com 没有任何问题 那这边呢 需要填入验证码 这个验证码要怎么去取得呢 一样呢 我们回到我们刚刚那个临时邮件 我们可以按这个go 就可以进到这个临时邮件的信箱里面来 你可以看看第一封信 这边呢 就有刚刚黑爪寄来的验证码的信件 我们可以复制下来 然后去完成注册 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就正式的完成注册 你就可以用你刚刚注册的密码 去做登录就可以了 其他的AI服务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遇到临时邮件 无法注册账号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一个 有提供gmail后错的临时邮件服务 来进行注册就可以了 大家是不是没想到 居然连gmail.com这个后错 都可以有临时邮件的服务可以使用吧 那黑爪的部分呢 这样就可以成功登录来使用了 不过你要记得你创建好的账号呢 密码要把它记下来 之后如果你想要变个密码 是没有办法再从这个临时邮件那边 重新收取验证码 不过也没有关系啦 这本来就是临时账号嘛 那如果你是用完忘记就算了 就下次呢 重新再去产生一组新的gmail 然后重新再注册一次就可以了 看完上面的介绍之后呢 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虽然这个方式你可以无限制次数的 一直免费去注册这些AI服务 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好用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付费去支持这些好的东西吧 像我自己平常会使用这一招呢 都是基于我觉得我在测试的部分 还不够的情况下 我就会希望呢 可以多一点免费的额度 可以来试用看看 当我真的觉得这个AI服务好用 而且我用得到的话 其实大部分我都是会付费去使用的 就还是提醒大家呢 斟酌的去使用刚刚好就好了 今天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啊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想要知道更多AI相关的教学的话 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哦 我是阿汤 下次见 拜拜